春天是成都人最喜爱的季节 天气晴朗的周末 成都人总会携轻摇摇 一起到周边踏青赏花 而这个季节 还有一种深受成都人喜爱的春季美味 那就是春茶 早春二月炸暖还寒 茶农们就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 经过一个冬天的积蓄 茶叶和茶农们仿佛都准备好了 要为生活在成都平原的人们 献上春季里极为珍贵的美味 春茶 春茶呢大概就是 每年的正月十五过了之后 就开始采春茶 一年开春新开始的 然后芽椒就比较好 清明前的茶采摘的是比较好的 这个时候的芽椒质量也比较高 在春茶中 有以明前茶最为珍贵 明前茶是清明前采摘下来的 第一批嫩芽制作而成的茶叶 是每年的第一抹新绿 清明前气温低 茶叶既没有病虫害 也没有清明时节 纷纷细雨的浸泡 这样的茶叶最为先灵 所以民间流传着 明前茶贵如今的说法 成都平原延展而出的周边地区 自然的地貌和气候优势 使这片土地成为了采摘明前茶的圣地 现在四川平原的这个浦江穹来 这个到达越渡江沿 它就是龙门山脉 成都平原的地方 所以它的生态环境 低的位置 对于灾茶来讲 有很多天然的这个耗的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浦江 穹来 达越 说来中茶来讲 有很多这个气候条件 低的环境 都适合于在茶 成都周边多浅秋 气候温暖 日照少 雨量充沛 再加上土质酸碱适度 矿物质丰富 对茶叶富裕的香气 起到了最好的调味作用 正因为如此 在成都周边 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产茶地 多达35个 其中不乏许多茶中名品 要说历史久远的 就要数琼来的花丘茶 它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 而在清朝康熙年间 花丘茶开始声名雀起 琼来的花丘茶 也就是康熙皇帝 琼来的产茶的地方 要送公茶 这个花丘的一个宣官 叫刘建官 宋吉吉以后 康熙皇帝拼了以后 最后鱼提 天下第一步 这位年过八旬 却精神绝硕的老人 叫徐金华 成都人都尊敬地 称他一声徐公 闻名侠耳的茶中名品 碧潭飘雪 就出自他之手 他所创制的花茶 碧潭飘雪 采用早春嫩芽 与含苞带放的茉莉 混合音质而成 深受成都人的喜爱 成都的新金县 是徐公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这里毗邻穷来市南宝山 和雅安市明山 这两个产茶名地 具有得天独厚的制茶条件 和茶室氛围 乌羊 我们新金 成都的新金 在西汉的时候 也随于乌羊菌 最早 我们乌羊 就是也可以说是世界上 中国最早的茶业市场 接战地 西汉瓷富家 王包 在同约一文中写道 千犬饭鹅 五羊买茶 这是我国 也是全世界最早的 关于买茶的记载 而除了徐公的碧潭飘雪 在成都平原上 还有一种 九富盛名的茶叶品种 从古到今 都深受国内外茶客的追捧 历代文人默客 都知茶 爱茶 试茶 不少传世之作 便是在悠悠茶香中 酝酿出来的 唐代大诗人刘雨昕 一生中最爱的茶 就是形如鹰嘴的雀蛇 她曾在 《西山兰若试茶歌艺诗》中写道 宛然未可震衣起 自旁方从摘鹰嘴 思须炒成满是香 便酌气下 金沙水 成都的浦江县 正是盛产雀蛇的地方 正值农历二月初 浦江的茶农们 正在茶田里忙碌着 因为他们要抢在清明前 这短短的半个月内 将新长出的嫩芽摘下 首先是眼睛要顶视它 然后你要看到这位 椰子这儿一位牙心 然后要用肚子和食指 温住它 轻轻地弄它就出来是 像那块就是尖尖的 像拔雀的舌头一样 茶女们的食指尖尖 犹如蝴蝶一般 在嫩绿的茶树上翻飞着 这些女孩从小就开始 跟着父母采茶 手法灵巧又快速 但要说谁是这片茶田中 采茶采得最好的 还是非和梅莫属 在成都每年春天举行的 采茶节上 和梅已经连续多年 代表浦江县取得了第一名 采茶第一点是要采的眼睛 要看得准 然后需要问 然后你采的时候要快 要很 就这稳 准 狠 三大要素 和梅家的一大片茶田 从他父母那一辈起 就开始种植了 从小在茶田边上长大 他对这片茶田的 一草一木都念熟于心 我们这不是有一块最优势的 在浦江海里 成家里它的自然条件也好 环境也好 最主要的生分子有 那个马尾松 郁郁葱葱的马尾松 点缀在成片的茶叶田里 马尾松随风飘散的花粉里 特有的氨基酸成分 为这片土地上的茶树 提供了优质的养分 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赋予了这片茶田 更芬芳的韵味 也带给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更丰厚的汇报 一般我们是从二月份开始采鸭头 然后要四月份结束 接近两个月采这个鸭头的时间 两个月一般家里面 用两个人采的话 应该是上万元的收入 然而要想成就一杯 干裂醇厚的香名 除了优质的产地和采摘的时节 还要讲究制茶的门道 唐师傅家世世代代 都从事手工制茶业 由于市场上的蒲姜雀蛇 供不应求 唐师傅不得不用现代机械生产 代替传统手工工艺 然而他每年仍然要 亲自用双手炒制茶叶 将唐家世代传承的手艺 承继下去 对于从小就学习炒茶的 唐师傅来说 再先进的机器 都比不上自己 这双饱含经验 触绝敏锐的手 手工制茶需要将新鲜的茶叶 放入高温炒锅中 由炒茶师傅的双手 在高达400多摄氏度的锅里 历经杀青 搓揉 烘干 高温提香等一系列步骤 去除茶叶里的苦涩 逼出茶叶里的芳香分子 在热力的催生下 今年的第一批茶叶 渐渐散发出清新醇厚的茶香 唐师傅的儿子 从成都理工大学 大学毕业之后 回到老家 帮助父母一同经营茶厂 在时下成都创新创业氛围的 推动之下 有着信息工程专业背景的小唐 正在寻思着 如何将家族的传统行业 带入新兴的变商领域 因为首先我们这是一个传统行业 产品都做得比较好了 点子商务这一块 我们想通过这个渠道 把我们的产品推向就是权贵 而是由苦人往全世界 在茶农和制茶师傅们的 共同努力下 一枚枚小小的茶叶 承载着大自然赋予的 天地精华和人类手工的精巧技艺 此刻他需要一壶废水 将封锁在他体内的香气 完全释放 天花茶 花茶 等个三四十秒以后 然后我就悬开水 从地儿到 就沉下的以后 有种春生出土 汉包入无法 沉沉浮浮浮间 茶浓丰收的喜悦和制茶师傅们 双手翻动出的成就感 融合在这一盏茶中 这茶叶的香味历经千年 始终不变 从隋唐时期开始 在始于成都的川藏一线 茶马古道上 茶叶就随着马帮的铃声 将成都平原上产出的优质茶叶 源源不断地输送给鼠地以外的茶客们 将中国的茶文化 传播到世界各地 在成都这明媚的春光里 外国朋友也当起了茶农 在距离成都市区 约四十分钟车程的彭州 穿梭在百亩茶田里 探寻着采茶制茶的乐趣 感受着中国悠久的茶文化 正所谓千年芙蓉花 成都盖碗茶 天府之国茶馆多 茶客多 被誉为泡在茶缸里的城市 成都人爱茶 得益于这片土地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能在每年的春天 奉献给这里的人们 最新鲜醇厚的香名 新京的碧檀飘雪 蒲江的雀蛇 青城山的稻茶 大瓷寺的蝉茶 以及贺名茶馆里的盖碗茶 春茶滋养着成都人的灵魂 也供给着成都人 惬意悠然的生活方式 这片厚土 为成都平原上的人们 提供的不只是清雅的品味 还有更加富足诗意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冠еле 入民